中國股市從9月24日開啟這一波牛市 它如同煙花般順利,卻在短短10個9億日內急轉直下,迅速走向紅市 然而這次,許多古民的心理歷程彷彿坐過散車那麼刺激 從懷疑猶豫度興奮,瘋狂,再到失望,後悔僅用了10天 十一場假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新聞發佈會成了這次牛市迅速終結的導火線 柳明官員的發言,內容空洞佛力不僅無能提升市場信心,反而引發恐慌,股市瞬間崩跌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緊急發通知,希望市場保持冷靜 財政部長南法安亦緊接著承諾,將加大財政政策亦周期調節的力度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雖然這一表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證中止的跌勢 但市場情緒顯然無法快速扭轉,有網友一如刀破關鍵 財政部的措施將經濟問題歸結為周期性而非結構性 因此,市場不太可能看到超預期的結構性政策 正如他所言,這部牛市似乎已告一段落 從牛市的起初轉紅,股民彷彿經歷了一場心靈的洗禮 眾多股民在社交媒體上訴說自己的慘痛經歷 上海網友透露,自己第一次炒股,就將三年的理財收益全部賠了 他感嘆,認知以外的錢,真的是賺不到啊! 完了完了,牛市真是完了,我昨天一遇成侵 兄弟們,今天繼續暴跌,我的帳戶直接虧損了十萬元 這幾天加起來我的帳戶直接虧損,二十八萬 大家還記不記得,之前我還揚揚得意說 我的帳戶突破了歷史的身高,達到一百九十萬 現在是今日,虧損完之後我帳戶只剩下一百六十二萬 河南網友分享,自己兩天就虧損八十萬,回本無望 甚至一度分缺,西安一位化形師張先生的朋友 靠十幾年辛苦賺下來的三百萬元,一夜之間幾乎輸了 如今不僅負債累累,家庭亦面臨破裂 更令人心酸的是,一些新股民甚至抵押房產和汽車 帶著巨額資金殺入市場 博主五億敏過表示,他將房和車都抵押了 籌集了幾十萬元,趕在截前高點入市 結果幾天內慘租重創,成為典型的韭菜 經過幾天股市大跌 10月14日,大盤走向又有上升的趨勢 今日大盤開盤又震倒 接著出現了一個比較像樣的上升 今日看似不錯,但實際上週五吐住的一些人 實際都沒有解放 更不要說上週的第一天 第二天就是8日、9日衝進去的人 仍然高高掛在那裡 所以說,你進來踏空,這個你有點上多了 當然,今日這根陽線是不是一個企穩形態呢? 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再仔細去跟蹤一下 畢竟今天是第一天上升 今天守住3200點 但整個從今日來看,仍然分歧比較大 有些人跑步入場,有些人在拼命往外出市場 從豐牛道理理性回歸這個狀態,還沒有完全走完 我們看三天之內 如果第二次回答3200點,再次守住 那你可以說在這個位置站穩啊? 如果守不住的話,那可能還會進一步往下探保 第四個缺口,所以稍安無粗 三天之後再做決定 有分析指出,即使在雄市下跌階段 中國股市的表現依然會呈現出具此形的波動模式 也就是大跌一段、小漲一段、再大跌一段 逐步進行、收割 目前來看,中國股市從階段性牛市 向雄市的轉變與未結束 劇情仍在此繼續上演 而對於大多數散戶來說,無論是漲是跌 最終都難以把握時機 因為中國股市高度受政府監管和控制 最後的贏家必定是政府 而散戶最終難免成為被全割的對象 唯一的區別在於政府選擇 是一次性快速收割 還是通過多次波動慢慢進行收割 但無論如何,最終結果將是散戶在市場中 留下計無鴨血 而且最不確定的是,誰會為這一切背貨? 由於時間短暫,階級敵人做空的說法不成立 而央行或者不得不為這一輪股市難尾埋單 有網友更是指出 當前中國股市已成為對政治合法性最大的挑戰 救市如果失敗,政治後果將極其嚴重 如果牛市只維持一週變告終結 所有政治信用恐怕會徹底喪失抬進 就事件不少網民勞斥 這次所謂的牛市宣傳實際上 是人為製造騙局,專門吸引散戶接盤 一些博主甚至認為 這種人做牛市是為了滑空普通百姓的積蓄 解決房地產等領域的債務問題 有人說,股市如同加速的旁舍騙局 人人都希望賺一筆就走 但只有交易手是最終的贏家 網友警告說,股民不要參與零和博弈或複和博弈 因為這只會加速系統的崩盤 還有人一針見血評價 這屆政府對市場的忽視 將付出慘痛代價 偵測明朗因素加劇 外資撤離的趨勢明顯 失業率上升、消費疲弱、房地產價格走低 未來中國要想吸引資本回歸 付出的代價將更高昂 也有博主諷刺到 這場股市暴障背後的本質 並非真正的經濟繁榮 也是財富轉移 中國股市近期大幅波動 貫徹以來的是政府推出的多項經濟刺激政策 總規模可高達2萬億元 這些刺激措施引發了大量股民開戶炒股 而每當類似政策推出時 首先獲利的往往是銀行、捐商等金融機構 近期 但現實情況是 中國股市仍是一個又中老年散戶主導的市場 這群投資者的特點是 賀力舊低、年齡偏大 40至59歲的中年群體佔比最高 這表明中國股市仍是一個散戶市場 且存在明顯老年化趨勢 中國大陸的心理研究表明 即使大部分股民自認為了解企業的經營情況 但他們對公司發表的財務數據似懷疑態度 普遍認為財務報告可能存在作假風險 諷刺的是,即使他們對市場和公司缺乏信任 卻對政府政策深信不疑 數據顯示 超過87%的投資者認為 政府政策對其投資決策影響最大 這就揭示了中國股市一個本質特點 政策市 投資者並非靠市場規律進行理性分析 而是高度依賴政府政策的指導 他們的投資行為更多是基於對政策的信任 而不是對市場基本面的理解 中國股市的全民炒股現象 並非源自股民的盲目熱情 合合相反,這是政府和民眾的理性合謀 政府利用散戶的信任 通過宣傳和政策引導 推動股市上升 而散戶則依靠對政策的信任 積極入市 這種互動形成了一個人做股市 或人做牛市 然而 這種政府和散戶的雙向博弈 最終的結果往往是 散戶成為犧牲品 股市的降跌雖然伴隨政策推動 但市場的激烈波動 令大部分的散戶難以獲利 最終被收割 據悉,為了穩定市場 財政部長南法案在最新發表會上 蓋術了一系列逆週期調節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方面,2024年財政赤字達到4.06萬億元 當局要另發行1萬億長期債券 另外,結構性減稅降費即將開始 規模超過1.8萬億元 消費和投資方面 大規模設備更新 消費品依舊更新 新增專項債達3.6萬億元 還有一個重點領域需要保障 包括支持民生、就業、教育等 針對這些政策,網友評論稱 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 已經到了中央必須親自出手干預的境地 地方政府已經完成了對中央政治效忠 因此,地方債務也自然成為中央債務 而房地產這一問題 雖然已經失去了其往日的吸引力 但在國有銀行債務未徹底化解前 仍須通過調平續命 專家認為,這些措施遠遠不足以 應對當前經濟困境和化解地方債務問題 過去中國政府曾大肆宣傳經濟繁榮 如今卻不得不大規模舊市 令外界質疑其經濟政策有效性 甚至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南法案強調,政府還有夠大的舉債空間 和斥自提升空間 暗示未來可能通過債務發行 來推行貨幣政策 這一做法可能導致 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周轉困擱 澳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楊宇廷對美國之音表示 這次發表會的重點在於 降低金融風險 尤其是穩住金融體系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 而並未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經濟增長的對策 評論員昆倫指出 中央政府的舊市計劃 實際上是用未來幾十年甚至百年的錢 來解決今天的經濟問題 給民眾為政府的債務埋單 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早已公開 數據顯示 地方政府的公開債務 已達41萬億元人民幣 而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債 和隱性債務則高達100萬億 在土地財政崩塌 地方政府自救茫茫的情況下 中央政府曾明確要求地方 紮獲賣鐵自行解決債務問題 然而 已實是 很多地方政府根本無力應對 如此龐大的債務壓力 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 評論員蔡慎坤指出 地方政府如果繼續躺平或裝死 將會令中央感到恐慌 正因如此 財政政策的大規模化債措施 顯然是 迫不得已 回顧2023年12月 中共曾要求12個省份 紮獲賣鐵全力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但南芬安此次再度提及債務問題 凸顯這一方法未能醜效 前中共官員杜汶認為 政府使用紮獲賣鐵這一表述 表明中國經濟和財政情況 已處於巨大壓力之下 這一詞會在中國的雨景中 帶有強烈的危機感 暗示政府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不得不採取最後的手段 來維持經濟運轉 杜汶進一步表示 中國經濟和中共政治體制 顯然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並點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